王源老师我们开始提问了 2021年的年度答案关键词是 快速 因为我觉得2021年这一年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各行各业在飞速的发展 然后一黄眼 这就到年底了 2022年最希望听到的第一个答案是 好消息吧 就身边的朋友的一些小小的好事 包括自己有提到好的项目 不管是音乐项目还是影视项目 包括是节目的项目 都希望有质量的 重庆过年的风俗习惯是 就一家人在一起过年 然后看春晚吃饭这样 有多久没跟爸爸妈妈见面了 我爸妈就是因为现在特别方便 他们现在基本每周都会过来 现在陪家里小狗的时间多吗 他不好托运没法到北京来 然后我回重庆时间也少 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陨石总能掉落在野外 而不是城市当中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我想知道 动物到底能不能感受到 人类在爱它们 第三个问题是 想知道航天员在返程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湖南卫视1月30日21点 2022知乎答案奇遇页 我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 上上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